6月22日据台湾联合报消息 解放军济南号驱逐舰与黄港号护卫舰 上周由彭佳雨附近经台湾东部海域南下 由巴士海峡向西 并在台湾西南海域逗留 台防务部门称 解放军军舰的行踪全程都在台防空识别区范围内 距离小琉球最近时仅有110公里 直到21日 军舰才穿越海峡中线 向西南方向逐渐远离 解放军两艘军舰绕台 但台防务部门这回却没有声张 台媒称 这是一个月来 大陆海军第二次派军舰近距离绕台 也是继蔡英文当局上台以来的第三次 此次解放军首度派出号称中华神盾的052C驱逐舰执行此类任务 在台湾岛周边海域逗留的时间更超过了一星期以上 对此 台防务部门却完全不对外透露消息 台媒称 此时间恰封岛内军人退休金改革修法的敏感时刻 台当局封口不提军舰绕台一事 不免令人充满联想 报道称 2016年5月蔡英文就值前 解放军曾派出两艘军舰绕台 今年5月中旬也曾有军舰绕台 还创下了距离最接近台湾的记录 台官员称 此次解放军军舰绕台 虽然与台湾岛的距离相较上次稍远 但派出的舰艇更新锐 逗留的时间也更长 令人注意的是 船上的海红旗九防空导弹的射程 已足以威胁花东地区的飞机且降 此外 台媒还称 解放军这次还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起降直升机进行训练 不仅台军密切监控 美国海军也派出P8反潜巡逻机拍照 对此 台防务部门发言人陈忠吉则称 台湾周边的海域一直都有船只经过 其中包括美国与中国大陆 台军方对于相关状况都能密切掌握 台海军也会派遣舰艇 对其采取必要的办行监控措施 解放军军舰绕台传达的信息很明确 有信心挫败台独 另据海外网早前报道 今年5月11日 解放军空军曾出动机群双向绕台 苏35战机首飞巴士海峡 同一时间 解放军海军也出动了俄制956型 驱逐舰宁波号和国产054A护卫舰 进入台湾东北方海域 最近实力岸仅30海里 台没形容 当时台湾岛周围的海空非常热闹 对于解放军军演等事宜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曾表示 解放军传达的信息十分明确 即我们有坚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 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行径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如果台独势力继续自以妄为 我们将进一步采取行动 等下的时间 再来 微信心和足复 进入台湾的节奏 在这个地方 能说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